2013年底HTC发布了几款Desire系列的新机 最近小编有信拿到了合装的HTC Desire 6160 会否让大家眼前一亮呢?一侧便知 6160的外观设计给人影秀气沉稳的感觉 机身正面屏幕上下依旧是带有崩脏的技术的双扬声器 看片或是听歌都能拥有动感立体声的极致享受 右上角是一个3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 正下方的两个功能键返回键和主页键分居HTC标识的两边 主页键比较灵活单机式返回主页 双机式打开后台程序列表 长按则是换出智能语音助手小孩 电源键和3.5mm音频接口都位于机身的顶部 因为6160是可拆卸式背盖 且支持Macro SD卡的扩展 过而建议手指从底部的Macro USB连接口入手 则卸下背盖会容易得多 同时机身右侧的音量键并未采用以往的一根长条设计 而是分了增强和减弱两个按钮 有创新还有特色 背面依旧是一体式的圆润设计 但这次采用的塑料材质有着明显的不同 磨砂的质感增大了握持的摩擦力 也使得手感更柔和 500万像素主摄像头和LED补光灯 位于背面的中上方 往下就是极为醒目的HTC品牌logo 机身的长宽厚分别为134.5mm 66.7mm和9.88mm 140g的总重量握在手里 几千薄又有手感 外观的主角无疑就是那块4.5寸的大屏幕 虽然不及超大屏那么大气华丽 但对于中低端智能机来说 日常使用已绰绰有余 屏幕选用的是Super LCD 2显示屏 比之以往的材质 这次的屏幕可视角度广 画质细腻绚丽 屏幕亮度也增加不少 在加强屏幕清晰的同时 还能很好地还原各种颜色的认识色彩 一般来说平时使用手机时 更多的是单手握持就6160而言 当我们单手握持时 大拇指的上下滑动 还是能较好地覆盖到屏幕的上方和侧边 并无吃力和硬拉手指的感觉 而且机身脚上的圆弧设计 让握持时掌心更舒适更自然 6160的硬件配置也毫不含糊 4.5英寸960×540 1600万色Super LCD 2显示屏 1.2GHz 4核处理器 1GB的RAM和4GB的ROM存储空间 搭载安卓4.2HDC Sense 5.0系统 2100毫安可拆卸式的电池 这样的配置运行当下所有应用 毫无压力 配置高低最直观的反应 就是操作的流畅感